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吧 不是吧 國家3A級景區 陸地越湖小鎮 原價4000多元 現在只需要2000多元一平方 真的嗎 真的嗎 兩套特價單位火熱搶購中 更多精彩接受 連繫我們加油起事 衝衝衝 沖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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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今期的主持人Tiger 今天是由來遊玩之餘,順便去看一個樓盤 今天我來到的位置就是我們紹興高腰這邊 介紹的樓盤就是我們這個綠地越湖小鎮 我們綠地越湖小鎮是一個很標準的文女盤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是下午4-5點左右 整個太陽照在綠地大草坪這裡 見到綠油有一片十分之舒服 周邊也會有很多家長帶小朋友遊玩 十分之很舒服的 這個樓盤就是我們香港開飯箱 香港綠地這邊是成件的 這個上市公司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的 我們綠地越湖小鎮涵蓋了我們的高爾夫 涵蓋了我們的無邊際水景 宋龍河等一系列的景觀 也是我們空港新城 可以說是一個十分之適合旅遊 退休或者是投資的觀眾朋友 我們一於都入到售楼堡裡面一探究竟 現在就入到我們綠地越湖小鎮這裡 有請到我們的老朋友空哥 為大家介紹我們這個項目 Hello 我們不如從我們品牌箱開始介紹 好嗎 好 我們綠地是一家世界五百強的萬億國企 我們已經是連續九年圍於世界五百強 我們公司是創立於1992年 我們旗亞的項目是遍佈了五大洲五十多個國家 尤其是打造摩天地標裡面是做領航者的 世界十大地標有四座出現我們綠地之首的 我們綠地香港是綠地集團旗亞的子公司 香港現在維繞的戰略是有大健康、長租公寓和資金管理 我們在八年時間打造了過八個項目 整個綠地集團在我們這個財富榜排名是很靠前的 尤其最為突出的就是文類項目 這些就是我們綠地做出來的文類項目 是一個比較標榜的 沒錯也是當地的一個地標 尤其是這個南昌博覽中心 2016年兩千元到現在19年的時候已經是漲到萬六 足足是升一百個倍 那為什麼我們這些文類項目的增值幅度會這麼大 全部都是依靠我們綠地汽車的康洋產業 和旅遊酒店產業作為核心 每一個文類項目的裡面都肯定有康洋產業 可以配套十分之好 我們綠地月戶是投資了兩百億 以四千五百畝打造的一個自然生態 我們這個項目裡面有三個大湖 四個生態公園 五個國際配套的 建立五系一心的 我們這邊有月居系 月響系 月動系 月康系 月戶系 和月文化中心的 可否可以理解為不同的產品 例如是別墅 高層 高爾夫區 月康系 簡單來說就是以健康為主 我們有康洋中心 各方面的運動配套 以健康為主題 所以我們這邊是比較多背套的項目 因為我們這邊我詳細介紹一下 好 外面這個景觀真的很無敵 我每次來陸地看見這個景觀 我都不捨得走 要先拍兩張場 高層就是我們三個大湖 其中一個 叫宋龍湖 非常大的 我們三個湖 高層岸線加起來 有12.1公里 是非常舒服 被人散步一流 跑步一流 OK 這個就是我們整體的沙盤 這個就是我們整體的沙盤 紅色線以內 就是我們整個項目 OK 一見到的 我們現在站在哪裡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這個月湖書院 月湖書院 以後都是這個售樓部 以後會改成這個配套 還是怎樣 以後是打造一個書院的 OK OK 這個板塊就是我們 越港澳大灣區的板塊 這個相信大家都十分熟悉 好了 講一下這幾年比較熱門的話題 為什麼要投資越港澳大灣區 我們越港澳大灣區 是繼深圳經濟特區 上海浦東 鴻安新區後的 又一個國家重要的戰略 現在全球有四大灣區 有紐約灣區 舊金山 東京 以及我們的越港澳大灣區 我們越港澳大灣區 作為全球最年輕的灣區 經濟總量排大二 但是增速是大一個 人口也是大一 未來肯定會代表中國 衝出世界成為世界第一大灣區 數字很恐怖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投資大灣區 為什麼要選擇兆慶 兆慶是一個西門湖城市 也是九加二城市當中的坤價最低 它也是一個不限購的城市 它是連接港西 越西一帶一路的一個大城市 為什麼要投資兆慶 因為這兩年疫情這麼緊張 兆慶的GDP依然在增長 沒錯 為什麼GDP在增長 因為現在兆慶是比較多產業 它之前不單是做一個旅遊城市 現在這兩年還是比較多大產業 有三大千億產業已經鎮住了兆慶 據我所知 有很多品牌產業都會簽完廠房 或者是他們的基地來到我們兆慶這裡深深發展 是的 新能源汽車 先陣裝備製造和戰能環保 它都已經入住了兆慶 大家比較熟悉的京東運 微軟 都已經是這邊這個版塊 這個版塊就是我們兆慶的旅遊版塊 說的是我們兆慶 即是我們身邊現在身處的地方 它有的這個旅遊配套 看到我們頂湖山是十分熟悉的 濕地公園 星湖濕地公園 還有我們綠地的生態園 說的是我們綠地越湖小鎮 然後還有我們的七星岩 一個很熟悉的地點 還有我們的指雲谷 指雲谷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聽過的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都可以來這裡行山或者遊玩的 十分不錯的 我們綠地越湖已經是3A景區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幾個都是旅遊景點 所以我們綠地越湖是其中一個景點 所以你在這裡買一些 買在這裡就住在景點一樣 住在公園一樣 沒錯 在這裡隨便拍張照片 都是照片的 所以有很多人剛才在門口進來 都看到很多人在拍婚紗照片 或者很多人在遊玩露營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越湖 我們綠地越湖周邊的一個交通配套 可以看得出我們項目 距離我們項目18公里 有個珠三角宣紐機場 這個機場到時候帶動的一個產業 是非常之厲害的 預計它到時候的吞吐量 是去到3000萬人次的 到時候帶來的一個高薪人群非常之多 那些高薪人群肯定到時候會選擇交通方面 環境優美的項目去居住 因為到時候那些高薪人群不買房 都要租房住 所以我們越湖 正正是處於一個回龍高速路口 非常之方便 連接到機場這邊 然後我們項目的環境是優美 空氣清新 所以我們這個項目到時候肯定是高薪人群 首選的居住地方 還有現在來說我們特別是新年正確 還有疫情和當時現在說真的 整個樓盤環境不算十分之好 現在來入手這裡作為一個退休也好 整個康仰也好 是十分之好的選擇 沒錯 最加上現在的價錢是非常之有性價比 空港新成是很有投資價值的 這個空港新成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我們就下個篇幅再說 不如我們先說整個區位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區位堂 就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分佈和交通規劃圖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這個黃色板塊 綠地粵湖小鎮 是位於紹興市高邀區的 亦都是位於這個空港經濟圈的一個核心位置 我們項目附近18公里 有一個珠三角宣口機場 這個機場已經是動工的了 我們這個機場是連接著三條高鐵 高鐵 高鐵 沒錯 兩條城軌 一條地鐵 我們有南玉芯高鐵 港站高鐵和江紹高鐵 我們項目最近的一個站點 就是江紹高鐵的回龍站 我們項目只有三公里 這是一個規劃中 還是一個已經在施工中的一個站 現在已經到成慶東站 它是規劃這條路線 已經下了文件 已經下了文件 沒錯 它到時候可以在回龍站 坐高鐵到新回 深圳北站 香港西九龍 全程是四個站點 就到香港 非常之方便 現在最新規劃的一條珠江紹高鐵 在新門這裡轉站 轉到珠海、澳門 就是連回我們珠海機場那邊 然後走這條路上回來 非常之方便 乘軌方面有廣佛兆乘軌 廣佛兆乘軌 廣佛兆乘軌是從兆慶站到時候 連接到南沙站 他們是我們項目最近的站點 就是金道站 他們是我們八公里 地鐵方面有廣佛二號線地鐵 是從祖廟到高明 到時候是接駁到機場 其實我們這個區位 就深受這個珠三角這個 新幹線機場的影響 附近就會配備我們這個輕軌高鐵等 就是符合我們這個省內 或者是出省外 甚至是坐飛機去到國際任何一個地方 的一個配套 這個真是可以 我們這個交通配套說了 那剛才那隻附近這附近 有沒有一些醫院 或者是大型配套呢 如果是三甲醫院的話 我們要出去到高邀市區 高邀市區的話 我們說開車大概是二十分鐘 三時就去過 沒錯 去到更大的醫院 我們會去到韶慶市區 韶慶市區二十五分鐘左右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我們項目自己 有打造康養中心 康養中心 就是你平時感冒發燒那些 不是大病大痛那些 在我們項目自己 就可以解決得到 即是我們小區自己 就已經有這個康養配套了 OK 剛才你說二十分鐘這個數值 我是覺得有些好恐怖 二十分鐘來說不算近 說真的 但也不算遠 但如果是自己小區有配備 那就相當之好 是 剛才那隻香港觀眾怎樣開車過來 有沒有說 香港那邊 是的 開車過來 只能到深圳那邊 然後走珠三角 滑線高速過來 滑線高速 然後在匯龍高速出口下來 還有白土高速路口都可以下來 OK 其實跟我在珠海開車上來差不多 我在珠海到出發 就是拱骨那邊 出發那裡我們小區 大概是兩個小時零十分鐘 大概是兩個多小時 是的 OK 我們就說這個區位 我們不如說這個沙盤 我們整個小區 我看到整個體積很大 這個是我們小沙盤 就是在售產品的沙盤 OK 不如介紹一下我們整個板塊 和這個參數 好嗎 這邊是我們的南部便區 我們現在在售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對面的三棟 這三棟的位置是非常之美的 為什麼 因為它正是住於南部便區 和北部便區的一個中心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它前面可以看岩明湖濕地公園 整個都看了 沒錯 整個岩明湖濕地公園都看了 是不是所有烏形都看了 還是 它基本上都會看到 看到岩明湖濕地公園 還要是你平時出陽台 你會看到很多白露 在湖邊飛來飛去 OK 然後它方便又怎樣 它到時候下來樓下 到時候就會到商業街 OK 一個馬路就是商業街 非常之方便 OK 所以平時日常生活一些 近商業街比較好些 住家上的環境也好 對不對 我們現在最瘦的是 是一棟二棟和三棟 有三個戶型 有76方 97方 和1804方 有2房 3房 可否指一下 哪裏是0102 03 然後指上方數呢 這個是一棟 一棟 這個是兩梯六戶 兩梯六戶 無批 有73方 和97方 這個01 02是97方 這個03 04 05 無批 這個二棟 亦都是兩梯六戶 不過它是大精裝的 大精裝的 01 02 是97方 3 4 5 是76方 和一棟是一樣的 都是總層高 19層 然後這個三棟 三棟這個位置 這個是01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3 04 97方 兩梯四戶 反而大面積的 就看回整個圓景 這個景就會很美 因為76方 他看的景都很美 為什麼呢 好像這邊76方 他也是看一個大戶 這邊76方 他也是看這邊有個戶 OK 小區又夠大了 看這個沙盤不夠具體 其實我們前面 還有一個沙盤會看得更具體 我們不如走到那邊看 可能會更加清晰 是嗎 我們不如轉過來 我看到 其實我們前面 現在看出來的那裏 就是我們一在售的三棟產品 對面你看到米黃色的三棟 就是我們現在最售的三棟 OK 都看得到 是的 好 那我們就回到這個大沙盤 大沙盤講的景觀 大家就更加清晰了 嗯 好了 我們現在講的三棟 我都看到了 就是那三棟比較大 沒錯 就是那三棟 OK 好 未關注我們家有喜事的各位觀眾朋友 可以點讚加關注 我們有更多精彩內容 對了 這樣看得很清晰 這樣清楚很多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這個越湖書院 嗯 這樣看過來 就看到我們身後的這個宋龍湖 嗯 那宋龍湖 旁邊就是我們的商業街 這個文化商業街 可以看得出 這個是邵慶首的宋文化 宋文化商業街 就是在我們這裏打造的 那我們住在宋文化商業街 我們還有一個漢服基地 都是在我們越湖打造的 是 平時在我們越湖 你會看到很多穿著漢服 那些在我們這裏拍 OK 好的 那我們整個產品 我想問 小區這麼大 我們平時的業主吃飯 在哪裏吃呢 吃飯的話 我們現在商業街裏 有送農方 還有我們的一個東波食虎 還有我們的一個小超市 如果你想自己買菜回來煮 我們項目周邊有兩個農謀市場 嗯 一個樓村裏面有一個農謀市場 這邊大企村有一個農謀市場 平時很多那些婆婆都會自己帶些農家東西出來 樓邊賣的 樓邊賣的 真的叫農家東西 因為其實我們整個小區 它不是在我們鬧市當中的 它是屬於我們 入市區大概都要開十幾二十分鐘車的一個樓盤 但是這個樓盤它整個環境和景點是十分之正的 是國家級的 那如果你說不想自己煮 我想出去外面吃 那麼我們項目周三公里現在 超過三十間農莊 超過三十間農家樂 OK 想吃什麼都有 雞鵝鴨魚全部漂亮得不得了 自己自養的 這個要吃過才知道 那我看到這裡有個香港賽馬會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香港賽馬會 這就是一個養老院 一個養老院 以前十幾二十年前的時候已經有了 OK 好好好 那我們現在整個環境看完了 那我們不如就上去我們的這個實體樓看看 好 我們現在就是我們這個二里楊百家 和我們的這個實體樓是一比一的 那麼我們看的 這個就是九十七平方的這個戶型 九十七這個是一個南向的 經典的三房戶型 戶型 戶型台在這裡 這裡是一個交流標準 我們可以提一提的 就是我們陸地這裡 一棟二棟和三棟產品 他們其實全部都是無批的 但是我們就有開發商 就支持一個我們的安裝包 就是大概如果計算 這個精裝費用大概是五千八元一平方 我們開始來介紹一下我們戶型 那毛皮交付的就是清水樓 我們現在戶型裝的話那些都是交付標準 這個是圓關櫃 入門口放鞋放包包 這個圓關櫃 沒錯 這裡就是廚房 廚房可以看到 拿走的那些是沒有的 其他全部是交付標準 這些都有的 然後都會有還有明槍 沒錯 即是我們一是異地要買家 但是如果實體樓 其實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 OK 沒錯 那抽油煙機 燃氣爐 水槽那些全部都有的 這裡預留了一個冰箱位 嗯 這裡放雙門冰箱就暈了一些 但是如果是蛋門冰箱沒問題的 大蛋門 是的 那我們用的是大品牌 也是品牌 品牌這邊你也可以去介紹一下 好 那些長身呢 大家可以看到 長身的交付標準是白色的乳膠漆 嗯 全部是白色乳膠漆的 還有那些軟裝是沒有的 嗯 但是呢 其實就是天地牆地面有 天花那些全部都是白色膠漆的 沒錯 那我們這個開箱有多少 這個開箱是3米7的 3米7的開箱 正啊 OK 無批計的 好啊 然後我們再看看這裡 就是它有個大陽台 一個大飄窗外 這個是6米6乘米6的陽台 6米6乘1米6 哇 OK 如果這個不是實體 不是二地陽晚間 真的這樣的景 我相信這個會形勢 十分之搶手 一放出來就沒有了 即是搶光了 OKOK 綠地其實都賣得不錯 前一陣子 就是我們疫情前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 都留意我們這個樓盤 為什麼呢 因為講真一句 進來我們越湖 一日3A景區 二 又距離機場又近 即是有一個機場熊尼 第三 我們現在性價比較高 價錢又不貴 OK 我們再介紹這個護形 我們看到這個衛生家 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很工整的 如果是我們加上這個精裝包 它整個裝修出來 是一模一樣的 可以看到 帶了一個很大的 一個我們這個 通風排氣的一個窗後位 裡面的一個闊度 也十分之夠 然後做了一個乾濕分離 整個顏色搭配 它是很乾淨 大方的 我們先看看其他房間 其實我們97這個護形 大面積應該賣得更好 OK 這間房 我大概感覺一下 這間房 這間房應該是有超 大概九個方 到十個方 這間房 這個全部計算 應該是八個方 八個方 即是我計算了 這裡是不是有飄窗 這裡是飄窗位 這條線 打外全部是贈送的 哦 你站的位置 都是贈送的 對 它有贈送空間在這裡 OK明白 到這裡是客房 客房 它是一個貫穿式的 它是可以直接出去陽台 可以通到剛才我們的露台 沒錯 它可以直接出去陽台 這個陽台 所以這個陽台比較好 夠大 十分之好 貫穿式陽台 這間房 你們看得到 三便落床 再加上一個大衣櫃 完全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再走到主人間 我們進到主人間這邊 可以看到 又是一個好標準 很漂亮 以後這個窗 是不是都是這種 大型的 整個 膠負標準 一模一樣 除了長身 長身是白色的 雨膠漆其他都一樣 燈的話就會有改動 OK 這間主人房大 這間主人房大概有多大 主人房應該是十一個方 十一個 不包陣送 OK 十一個方左右 但我感覺到真的不像 OK 然後我們再進來這個 主套間裏面的一個 衛生間位 可以看到它做了一個 這樣的 雙推門 這個 整個空間 這個位置不算大 乾濕分離 做得剛剛好 洗手盆也不是過於大的 但是都足夠生活使用 這個就是我們97平方的戶型 現在跟阿康過來 就看看這個 104平方的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三房戶型 我們一於進去看看 進門口有一個很大的圓關位 可以看到 我們實體樓也是一樣會有的 這裡是一個獨立走廊 獨立走廊可以自己私用 到時候放單車或者移動鞋櫃都沒有問題 整個膠樓必順都可以跟剛才看到 一個圓關位 沒錯 做了出來 整個廳 這個廳 跟剛才廳的廳大 寬度又是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寬度 這個是南北對流的 可以看到 OK 南北對流的 這個廚房大一點 廚房大一點 還有這個餐廳位也很漂亮 這個位置 如果可以放在場桌也十分好的 這個廚房可以做到雙門冰箱 這個沒有雙門 這個三門也可以 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進來看看 這個冰箱位置十分誇張 大概1 2 3 這裡應該是有1米4 1米3 左右的一個寬度 然後見到 以後交流標準 我會見到一個整個L路形的廚房 全部見到的都有 但是拿得走的就沒有了 OK 那我們再進入房間和陽台看看 我們先看看 那這個陽台又是甚麼尺寸 這個陽台是6米6 這個是6米8乘米6 嗯 6米8乘米6 從剛才那隻 剛才那隻是6米6 OK 可以看到 這個長度是十分好的 這一隻 以後如果是我們加一個 蒸了貓會不會有這個 這個是沒有的 沒有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一個 用一間 展示出來是怎樣搞 比較方便 OK明白明白 因為我們這裡是做了一個洗機位置的 OK 就這樣搞的話 看起來其實就很乾淨 企理 沒錯 OK 那我們進去房間看看 這個104的這個壺形 如果是無披下來多少錢呢 這個單位 無披下來都是 46萬都會有一套 46萬 然後如果是蒸裝的話 大概是多一多十萬元左右 嗯 蒸裝多十萬元左右 OK 這個衛生間又更加之大了 可以看到 這裡呢 它以後可以做一個壁櫃 可以放一些東西 在這裡加一個 格子 這裡的衛生間位 它有陣屬面積的 所以整個衛生間位置更加之開闊 整個風格和剛才那隻都差不多 不過這個呢 就會整個尺寸大一點 嗯 然後我們來看 這個是兒童房 這個是兒童房 這個兒童房都夠大了 是的 以後交付會不會有飄槍位 沒有 都沒有 飄槍位已經是 我們已經 本來做過假的飄槍 打了它 然後做了陣屬面積 已經大很多 是的 所以我去到你這間房 我都覺得 為甚麼尺寸都這麼大 可以看到這間房 兒童房 看到它放了很多東西 其實 但它這個尺寸絕對不小 然後再過來 還有另外一間房 這間房 這間房 就跟剛才我們看的 這個97那隻 幾乎是一樣的 嗯 都是可以出去讓海的 灌磚式 OK 那我們去主人房看看 這個主人房都很大的 嗯 可以看看 這個主人房 可以看到 震送面積 就是阿康現在期間的 這個位置 震送的 震送的 沒有飄槍的 有條線 打出去都是震送的 OK 我們這邊裡面還有醫務間的位置 對 還有一個衛生間 其實大概多七個幾方 它整個護形格局就有多少不同了 有一個衛生間 入到 這個衛生間 整個套房有甚麼衛生間 就更加之奇利了 可以看到一個乾區 比較大的 還有我們洗澡房這邊 也是一個尺寸十分之好的 這個就是我們104平方的單位了 剛才跟阿康看了我們二地洋白間 實體樓的景觀 就交給我們的航拍 那我現在想問一下 我們整個無批價錢大概去到多少呢 無批價錢的話 我們坑價現在是四千五至四千八元左右 那精裝呢 精裝加一千元左右 五千五至五千八元左右 那這個精裝是由你們收 還是你們的合作商收 我們這邊是有合作商的 我們有一個裝修公司 是跟我們公司簽了合同的 如果是有客戶過來到 他想要無批有 要精裝 我們都有 都可以跟他全部對接 對接好的 明白了 一棟二棟三棟 其中一棟和三棟是無批的 二棟是精裝的 沒錯 二棟是精裝交付 我們剛才提到的護形 有這個104方 104方的這個如果無批就四十幾萬 四十多萬 可以搞得怎樣 OK 那精裝的大概貴了十萬元 就五十多萬 五十多萬 對 97和104就差不多 還有一個七十多方 七十多方的話 如果是無批三十多萬 嗯 精裝就差不多去到四十多了 沒錯 OK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單位的大概價錢 如果是有需要了解詳細的 可以連繫回我們加油氣市 另外我想問回付款方式方面呢 付款方式的話 我們付了訂金的話 我們七天內要付全款的 因為我們香港那邊 我們只能夠一次性 只能夠一次性 暫時做不到直貸之類的 暫時沒有 OK明白 如果是這個七天太緊張的話 到時是可以和你們去做一個申請 如果是客戶有特殊原因的話 我們盡量幫他申請 多謝香港支持 OK 我們整個六地越湖小鎮 是一個3A級的景區 沒錯 其實我們都特地拿到這個景海 看到整個直陽直落 看到整個湖景 是十分之優美的 這個湖就是我們三個湖 其中一個宋龍湖 剛才很多景其實都有拍過 因為你想不拍到湖都難 因為我們這個項目全是山山水水為主 我們剛才路過 看到這個景都不錯 就在這裏包 十分之好 其實我們這個樓盤 叫做誰看 我們普通話叫水坎水懷淵 是一個大家來到實地看 別不一樣的感受 其實我每次來我們陸地越湖小鎮 給我的心情是十分之愉悅 與其說我是過來工作 不如我覺得我在度假 沒錯 給人的感覺是十分之好 OK 今期節目又到達尾聲 多謝康哥來 希望你們大賣 綠地這邊整個樓盤的質素是不錯的 可以發商的實力也是十分之好的 有喜歡我們加油喜事的各位觀眾朋友 可以點讚加關注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